居里夫人说 好奇心是学习者的第一美德 达尔文说 我所学习到的任何知识 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 迪卡尔说 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而现在让我们大声说 学习的快乐就像漫步在云端 云端运算科技 成为21世纪全世界追求的新趋势 在这里 国立空中大学为有志学习的各路英雄音词 架设一座通向云端梦想的学习桥梁 学习在云端 欢迎收听空空大桥 这个节目由国立空中大学制播 天宇为您主持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度收听 学习在云端空大桥节目 我是主持人天宇 好又到了每个礼拜四的晚上 张老师时间了 要邀请您坐下来我们谈谈心 今天的张老师时间呢 要谈的这个主题 好像无所不在 那有时候还真的是误会呢 但是如果不是误会 难免让人心里面毛毛的 然后很不舒服 可是又不知如何开口求助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呢 其实这样的困扰 不只存在女性朋友 我想很多男性朋友在职场上 或者是在生活里面 如果稍微长得帅一点 甚至呢 这个年轻男孩子 被中年欧巴桑性骚扰 也常常实有所闻 只不过是因为性别角色不一样 比较吃闷亏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基隆张老师中心的 自商心理师 朱新怡朱老师 哈喽朱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全国的朋友大家晚安 是 老师您如何定义性骚扰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性骚扰 是不是就是说个黄色笑话 或者是摸一下两下 这样子的问题而已 其实性骚扰的范围 非常非常的广泛 它其实有四种 在我们的生活中 很常见的性骚扰的方式 第一种就叫平面的性骚扰 还分平面跟立体 平面 对 平面的 平面的就是用一些书刊啊 用一些文字啊 用一些图片啊 甚至你会播放一些成人的A片 在公众场合做这件事 或者是你强托人家来跟你看这件事 这其实都构成了性骚扰 好 如果谈论 或者是暗示 可能讲个这个黄色笑话 这样算不算 对 那这就是第二类的 叫口语的性骚扰了 好 口语的性骚扰 就比如说 我们用别人的身材打扮 大做文章 哎呀 这个女生真的是 你这个玲珑曲线啊 也有那么多只 我们还比一下那个动作 好 或者是我们没事 开黄色笑话 或者是发出一些很猥亵的声音 这些都是口语上面的性骚扰 好 发出猥亵的声音 或者是这个意有所指 那或者是现在 常常流行的这个网络上面 稍微胖一点的女生 乡民们就嘲笑她 这个应该回去照相贴在厕所门口 必须 对 类似这样子的 其实都会让人很不舒服 那第三种 我们更常见的叫肢体性骚扰 直接来动手动脚了 是 所以比如说毛手毛脚啊 这些行为都已经是 可是其实还有哦 比如说偷拍 我们偷拍别人的群体风光 偷看别人的群体风光 或者是我们暴露自己的性器官 我们不是摸它 但是我们暴露自己 这个也算是在性骚扰里面 肢体性骚扰里面 就是非常严重的方式 好 感觉上都是造成别人的困扰 不舒服 甚至作恶 甚至觉得被侵犯了 这个侵犯其实就是一个感觉上的 那当然也有身体上被侵犯 性骚扰跟性侵害中间 其实有时候只有一条线的界限 对不对 它的那一条线哦 大致上可以怎么分 大概可以分成 你有没有办法去抵抗 比如说 别人叫你来看A片 你有没有办法抵抗 say no 还是如果别人强拍你的裸照 你已经没有办法抵抗了 那这个我们就会比较认为它是性侵害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抵抗了 那可是可以抵抗 却又于这个面子啊 自尊啊 或者是勇气 有些人就是天生比较胆小 比较内向 他也许在那个环境身下 他是可以大声say no 大声求救的 可是老师您也知道 我们的教育 这个大声呼救 或者是大声呼喊 好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行为 所以很多年轻的孩子 年轻人 不要说年轻人 我们很多比较避俗的上班族 也会觉得 这个大声叫好吗 或者是我这么一呼喊出来 哎呀 下次这个我搭捷运 又遇到那个同样空间时空的人 大家都会知道上次我被性骚扰 所以又于环境的因素 或者是自尊 或者是自己本身勇气 或者是其他的情绪上的 这个在乎的感受 可能可以呼救却不呼救 老师您觉得这样 但是他的确是被骚扰了 甚至到达一个侵害的地步 那老师您刚刚讲的标准 可能就要稍微调整一下 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还是性骚扰的范围 如果是自己的问题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会教大家 遇到性骚扰 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才正确 你才不会让自己一直受害 一直觉得有不被尊重的感受 然后也让对方能够知难而退 甚至让他神之于法 得到一些教训 不要再对别人做这样的事 所以性骚扰还是性骚扰 不能因为你太内向不敢呼救 所以等到你去报案的时候 你就可以加重对方的刑罚 是不是 当然不行 事实上是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 要懂得伸张自己的权益 对不对 没错 自己才能最保护自己 那我们都说 其实性骚扰是一个身体自主权的问题 就是你的身体到底是谁的 是别人可以随便碰的吗 或者随便人家都可以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被侵犯吗 如果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很可能性骚扰就会在你身边出现了 是 如果我们允许别人或默许别人这样子侵犯我们 或者是造成我们身体自主权的这个损害的话 那你就不能怪为什么大家不来帮我 因为有时候环境或者是客观因素 并不晓得你正在受害当中 对不对 没错 很多时候别人并没有你感觉那么敏锐 所以我们也谈到一个性侵害或性骚扰里面 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一个人的个人主观感觉 对 别人可能会说 我又没有这个意思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没有这个动机 可是你真的感觉到你非自愿 而且不受欢迎 然后有不舒服的感受 其实都构成的性骚扰 是 老师我们可能有时候也要反过来想一下 我们如何这个避免自己不经意之间 造成人家不舒服的感觉 那因为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可能这个被指控的人无主观犯意 就是他觉得讲个黄色笑话 你反应这么大干嘛 是啊 按照现在湘明的说法是 你干嘛动不动就高潮 刚讲的很 真的非常的粗 也非常的没有礼貌 可是湘明会觉得 我就讲个黄色笑话 你这么兴奋干嘛 那你还说我骚扰你 可是我同样在别的地方 讲了这么多次黄色笑话 就只有你在那里该该叫 对 所以我们其实 也要回过头来 认知一下 什么是应该有的教养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就是教育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必须要让别人知道 你在做任何行为之前 你都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是 那人有千千百百种 你不可以每一次就过戒 然后过戒了以后 人家有反应 你就说是人家的错 就像现在网络上 有很多的用语 其实已经构成了 这个老师刚刚说的 表述上的言语 文字上的性骚扰 对 其实非常多 是 当你用键盘指控别人 你干嘛 你们某某颜色的人 不要听到什么就高潮 其实你已经在对别人性骚扰了 是啊 但是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清楚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去讨论一下说 那遇到性骚扰可以怎么办 怎么办 对 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 有可能遇到性骚扰的状况之下 你需要做什么来保护自己呢 是 那我这边整理了四点 我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四个部分 如果你这四个部分能够做到 你已经充分的保护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是 哪四个部分呢 我们就按照 从最容易的一直到最难的好不好 好 第一个 当然就是你在脑子里的想法了 你必须要突破自己的心魔 所以我们第一个叫做破除性骚扰的迷思 是 很多人在遇到性骚扰就会觉得丢脸 或是是不是我做错事了 或者我不想引起别人的注目 那个老板对美 像有一个同学 他在公车上被色狼啊 就是摸了一下 屁股 然后他就到辅导室的时候 会跟我们说 他觉得是不是他裙子穿太短了 为什么其他女生也都在 色狼为什么就调整他 是不是他做错了 是不是他打扮哪里不好了 所以常常我们在遇到性骚扰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就是丢脸羞愧 然后很自责 对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错是错在他 做错事的是他 不是你 是 苹果在先 长在树上鲜艳欲滴 可口好吃 引人犯罪 可是苹果本身是没有罪的 对 他并没有罪 所以当我们遇到性骚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个迷思 就是我们总会觉得 是不是我有问题 那这个我有问题的感觉 就会让我们难以启齿 是 好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这第一个也包含了 就是大部分的人会觉得 息事宁人 这时候如果喊出来 这时候如果叫出来 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反应过度 嗯 好 那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姑息养奸 这个色狼就会觉得 今天摸了甲 明天也可以摸椅 没错 在后天摸了饼 前面三个都没有事 摸到丁的时候 丁在那里大呼小叫 他就会觉得 你叫什么叫啊 摸别人都没事 是啊 可是性骚扰其实真的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 他是不是真的感觉被迫而且不舒服 那他当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嗯 那这条线会不会有时候因为 呃这个敏感过度 或者是这个 有一点呃呃呃这个悲公舍隐而导致 其实真的是他人无意 或者是其实 譬如说你就觉得 那个男生干嘛一直碰我 可是秘密公车就很挤啊 嗯嗯嗯 所以老师这个界限我们应该怎么抓呢 对 所以有一种呃 判断的很好的方法 就是呃 到底在那个情况之下 这个情形 是不是有可能发生的 如果在公车上面 你说很挤很挤 所以我们被碰来碰去 这个好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但是别人蓄意的摸你 触碰你 是不一样的感受 嗯嗯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 这件行为是很正常的吗 而且会上诸四海接准 就是其实大家都会这样 还是说只有他对你 嗯 所以公车上面呃 人很多或者是捷运里面 或者是大众交通系统里面 因为人脊的关系 互相呃 这个碰触摩擦是难免的 对 可是 诶 这个车厢明明 大家都是往后仰的时候 偏偏他是往前挺 没错 而且他会把他的手 放在你的吊环上面 摸着你的手 嗯 或者是他会用他的下体 一直往你这边顶 是 其实我们都会知道 那是故意的 嗯 因为他的方向跟人家不太一样 对 或者是 明明这个摇晃的幅度 就是轻轻的碰一下 难免 嗯 可是呢 他却好几次是故意的顶了你好几下 对 嗯 所以 这个 我们也要 让自己 免于 现在那个容易被性骚扰的情况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们要教第二件事情 很重要的是你态度 遇到性骚扰的时候 你怎么样的一个健康明确的态度 嗯 去保护自己 是 这件事非常重要 如果用忽视啊 怀疑啊 压抑自己啊 这种方式来回应 那别人当然食肥之味啊 嗯 嗯 所以 那到时候你受害 大家都不帮你 那你可能 因为大家都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嗯 所以当我们已经确定说 这个人并不是不经意的 而且那个环境条件也没有发生地震 嗯 也没有发生人籍的状况 嗯 那或者是说他明明可以走左边 他偏偏要左右边 嗯 那在茶水间的时候 每次你去倒咖啡 老板进来就一定会顺手摸一下你的屁股 是啊 所以 很明显就是蓄意的 是的 而且老板会说啊 那个 不好意思 好 我是要碰热水吧 或者是 哎 我要拿杯子就刚好顺手滑过去 可是呢 一次 两次到第三次 你就知道这个老板是故意的 没错 好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 一定要有三件事要做 大声说 用力说 公开说 哪三件事呢 就是 大声 用力 公开 把你的 受到性招牢这件事情 大声 而且用力的 而且公开的场所 当下 就可以反应 嗯 那这件事情 会让我们在 嗯 接受到性骚扰 一开始 就会用很坚定的态度 来表示 我们的 NO 那我常常跟学生们 互相演练这件事情 就是 我发现大家 因为害羞啊 因为不敢 每次我们演练到这件 我的手都已经碰到 他们的屁股了 但是他们还是 躲躲 散散 然后尽量委屈自己 然后压抑住 然后或者是用很委婉的方式 要跟我讲说 哎先生 这个不好意思 那个我 我你好像 牢国戒了一点点 这样 大家用磨灵两口的方式 来处理 那这件事 其实如果别人 真的是有心 要性骚扰你的人 他真的会 把他的狼爪 不停地 向你伸出来 因为 这个 软土伸绝 真的 我们 这个 台湾有句俗语说 这个 越软的土 越容易被人家 绝得深 而且是安静无声 因为软土 绝起来 这个 轻松 而且 因为呢 也不会遇到太多的抵抗 这样 没错 所以其实 大家 如果用一个健康 明确的态度 去表达你的 坚定的拒绝 其实会非常有效的 对于 让性骚扰远离你 这件事 会非常有效 但是大家 平常没有什么机会 演练吗 没有什么机会 讨论吗 所以 大家在遇到的时候 都有点 手足 错 惊慌失措 然后就不知道 该怎么说 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是 陷于那样情况的人 难免会因为慌乱 猜疑 甚至 临时无法反应 明明这个每天通勤的时候 脑袋可能都还没有 完全清醒 然后呢 屁股就不知不觉 被摸了好几下 等到摸到第三下 终于睡醒了 就觉得很不舒服 那 如果 我们察觉到 身边的人 正在面临这样的处境 我们要如何协助他呢 也许那个人 他就是慢半拍呀 他就是比较确于 这个提出 协助 或者是 他就是那种 不懂得如何求助的人 我们总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 弱肉强食 在面前上演 如果你也觉得说 那被摸两下又怎么样 那下次 换成你 现在性骚扰 已经不限于女性了 很多男性 也会被性骚扰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老师 如果我们 看到眼前 正在发生性骚扰的 不公平 不正义的事件 我们如何 这个协助呢 我觉得协助我们 可以分成好几种 一种是 你不是在现场 你没有在当下 遇到这件事情 你可以做的是 第一个 我们觉得很重要 就叫 请相信他 因为很多人都是 不会吧 他人很好啊 他不会对你做这种事 是你想太多了啦 哎呀 没有啦 吃 你还吃得下饭 对着着叫啊 没有那么严重啦 协助的人 很容易在你 听到当事者跟你说 他觉得他不舒服 我们会用一种 质疑的态度 来质疑他 那反而会造成 他的二度伤害 因为你不是他 你怎么知道 他的感受是什么 是 当然 小心求证 也是必要的 对 像现在大学校园里面 听说 这个男老师 男教授 这个当女学生 进 这个男老师的研究室 要问问题的时候 下意识 只要是男的 不管是讲师 副教授教授 下意识 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门打开 要不然 这个女学生 随便控他一个性骚扰 啊 这一刻就一定要 让他90分过关 要不然女学生 威胁他 老师 你 如果不让我 pass的话 我就去学校的 性评委员会 告你 性骚扰 反正门关着 谁都不知道 对 太可怕了 所以教授也要自保 是的 像我们在协助 忙人过马路 其实各位朋友 也顺便了解一下 那个 我们怎么协助他们 其实我们都是用手背 就是不能用手掌 去摸人家 是 是用手背 去拍那些视障者 然后让他知道 我的方向 然后带他过马路 对 所以其实大家 现在都有很多的 这样的观念 就是 不是你 他的感觉怎么样 而是你的做法怎么样 如果你的做法 容易造成 这样的不舒服 那就请你改一个做法吧 是的 不管是言语上的 行动上的 甚至是文字上的 键盘上的 其实我们看到 很多当事人 他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 真的都不敢说 是我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穿了什么 别人为什么会这样 那当下 我们怎么没有 言辞拒绝他 一定是我错了 那我们是协助者 如果我们听到他说 这个过程 我们要帮忙他 停止自责 告诉他 错的不是你 是的 我来协助你 我们一起来 或者是找三五好友 寻有效的管道 来帮助他举证 而这个举证的过程 也可以安定 这个被害者的心 让他感受到 的确当证据 这个一一被罗列的时候 或者是当举证 越来越清晰的时候 的确错的是他 因为最正确凿 是不是 对 那最后我们需要做 就是要尊重他的决定 尊重他的决定 就是我们常常会很气 我们比当事人还气 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可能会更觉得 不可忍受 更被侵犯 所以我们直接 想找对方去理论 想找对方去 这个咆哮 然后或者是去 带当事人去机构 去求助 甚至采取法律的行动 那其实这些 如果没有经过 当事人的同意 没有跟他商量讨论过 我们这样子的行动 也常常会造成 他们的恶毒伤害 是 因为必须 所以我们不要贸然 就做出这些行为 可是可以探寻 构知 有这些管道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们可以跟他讨论说 你觉得我们后续 要怎么处理 是就算了吗 可是就算了的话 可能你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担心 就是那个人 可能不知道他做错了 可能不知道这样是不行的 然后你也莫名其妙受害 那我们可以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是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解决的方法 提供给他建议 那当然如果他觉得 他不想再经历一次 二次伤害 甚至三度伤害的话 对 那么尊重他的决定 没错 所以最终的决定者 一定是当事人 就算我们这些协助者 再怎么着急 再怎么生气 再怎么愤愤不平 是啊 因为我们都很有争议感 是 可是不要用你的贸然的动作 去造成他再一次的受伤 先陪他求证举证 然后建议他 可以让对方认错 知错改善的管道 那当然如果受害者本身觉得 我的感受最重要 对方有没有受到惩罚 不好意思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那样的伤害过程 我只是要把 我被伤害的这个心情 请把它宣泄出来 然后不要压抑着 你们要相信我 然后如果你们不相信我 其实我们一起去举证 确定说 我真的是被骚扰了 这样的情绪 我被治疗 被宣泄 被听见 被体察 其实最重要的是 要安抚到 那个被伤害的 那个情绪跟心情 对不对 对 如果你觉得 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去安抚他 你甚至是心里很怒 一把火就这样烧了 那鼓励他来寻求一些资源 因为很多研究都会显示的是 一个被害者 如果他有越多的社会支持 和资源网络的话 他复原的机会是很大的 因为性骚扰会造成我们心里 很大的阴影和伤害 你可能会对你自己的能力 你可能会对人际 开始有不信任 甚至你对未来的生涯 你也可以开始感到茫然 所以其实它是有很多层的影响 那我们会建议找信任的人 多去聊一聊你这样的感受 不只是处理你的情绪 也更多是一起来讨论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面对 那同学有时候是我们最容易 找到信任的伙伴 但是有时候同学力量很小 怎么办 同学带着同学一起去找师长 一起去找家人 甚至一起来张老师找心理师 我们一起谈谈聊聊 思考一下讨论一下 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方式 是的 先不要急着惩罚 加害人或者是伸张正义 当然伸张正义也很重要 要不然这个恶狼食髓之味 下一个受害者 又会复制同样的伤害模式 没错 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话 要送给我们今天 听这段专访的朋友们呢 我觉得性侵害 性骚扰 这些都不是什么摸一下 两下的问题 也不是说一句好笑的话 或开一句谎腔 这种问题而已 而是真的是一个尊重 每一个人 每一个个体 都有他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所以希望我们 能够一起建立一个 更安全 更安心 让大家更自在的 这样的环境 然后让我们不管是男男女女 在上面生活 都会越来越自在 是的 今天教的几种方法 当然啦 因人 因事 因环境 因素 会有不同的因应方式 可是最重要的是 当你觉得 你的身体自主权 被侵犯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 第一个反应 先不要反求助己 觉得 是不是我穿这样 太暴露了 是不是 今天 我做了某件事情 让别人觉得 我是可以欺负的 其实 这个 在这个时候 就不用自我要求了 对不对 真的 因为最重点是 做错的人又不是你 做错的人是他 当然 懂得保护自己 也很重要 你不要在 这个三更半夜 或者是很深夜的时候 穿得 太暴露 这 也太容易 招迎犯罪了 这个在我们 另外的讨论范围啦 可是 懂得保护自己 跟如何 主张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其实 是两件事情 当你受到骚扰的时候 不要觉得自己是 肮脏的 罪恶的 嗯 好 非常谢谢 基隆张老师 忠心的朱欣怡 朱老师 朱老师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主持人 拜拜 空大桥 每周四晚上播出的 张老师时间 是由国立空中大学 与张老师基金会 合作制播 人生路上难免不顺心 当找不到人诉说时 别担心 张老师基金会 1980辅导专线 将陪您一同走过 人生路上的 挫折与逆境 一通电话 一个陪伴 一个转机 一线希望 1980 依旧邦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